CV 如果我們真的 有那個緣分或是說 我們真的有機會 我們就會再聚步 我們到下個年紀的時候 一定也是我們三個出來打 然後我們這一組比較特別是 我們都沒有換過人 就是都是我們三個 所以那種 隊友之間的進步 然後跟我們三個之間的默契 就我的默契不是說 配合的動作 是我大概知道這個人的個性是怎麼樣 所以我要怎麼樣去 配合然後或者是怎麼樣去 讓這個團隊更好 是因為我們很小就認識 但是不敢說我們多麼有 計畫性的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也是做中學嘛 就是邊打才一直進步一直進步 然後因為我覺得 很有感觸是國外的選手 也會看我們就覺得 你們真的進步 你們跟以前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肯定是比拿牌還要來得大 然後就像師母會覺得 我們是就是在等雨萱長大 跟我一起打是因為 我們很小的時候就 就是鄉婷跟雨萱算是我 出社會 幼稚園開始認識得到的第一個朋友 就是家人以外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情感是 嗯 就是其實蠻多人會覺得女團 就是女團 就是會有那種 狗心鬥家還是不喜歡她 可是我們又為了利益 所以要怎樣怎樣 我自己也曾經想說 我們是那種 那種關係嘛 是利益關係嗎 還是所謂的那種 Business Partner 這種感覺 但是我後來覺得 可能你也提到說 我們好像是有計畫性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因為 夠小的時候就在一起 所以你也大概知道這個人 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所以很多東西 我覺得可以互相的去包容 然後也可以在彼此的一些 你看不順你的地方 你會發現自己 你會這樣子 我跟鄉婷都算比較嚴格 因為畢竟是 我們早已先來配 然後我跟鄉婷在某一種程度上 我會覺得有一種責任 要把女生帶上來 可能 所以她在這個過程 我覺得也不太容易 因為她有一點 女生呢 我們都說 我們四個人自己自己 一個團 叫做認真練習 就是 當然認真練習 後面那句話就是認真玩 因為我們以前常常 我們自己找 找教練 就是在國外的教練 然後我們就去一定訓練什麼的 所以她有一點像我弟 就是蠻 蠻free的 就是都可以 都好 然後像我跟鄉婷就比較謹慎 我們會把所有的東西都 想好一遍 如果你 就是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例如說你失誤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應對 但是偏偏 偏偏 就是他們都會在我們的掌控之外 就是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失誤 我覺得都會讓我們再進步一點點 有一點像我跟鄉婷可能比較 我會 我們會比較謹慎 然後就很多事情才能 就是 因為比較放不開 所以我們不會在那邊 耳根人家哈哈哈哈大笑 你確就是會 去跟別人玩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呃 是一種 生活上的解藥吧 嗯 其實那個時候亞運結束之後 就是我們就 因為我們早就知道要比試一賽 就有在討論 然後其實我們也有做 蠻深入的對談 然後 因為就像我前面講的 既然 這一年 這個2018 沒有安排我們 要繼續打你們 那就 就 試試看不要打 因為我會蠻有自信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 有那個緣分 或是說 我們的 我們真的有機會 我們就會再進了 就是我們31歲 一定 我們到下個年紀的時候 一定也是我們三個出來打 那 那 那 為什麼要 一定要現在 就要再打 其實我那個時候 並沒有說 很 很想要再打 但是 在別人的眼中 會看起來我只是在賭氣說 因為我 楊玉沒學到所以 就不想讓他們打 對 那就先收集吧 很想 但是學校個人 會是蠻意外的 因為想你 嫁了 我最近 也要 準備結婚 我就會覺得 那個時候 以前 被仇人說 我就覺得 我 很不想他結婚 我會覺得 因為我女生朋友嫁 所以我就 就是 為什麼一定要嫁 我們可以靠自己啊 之類的 因為我們以前打女團 不就是靠自己嗎 會蠻 我覺得我們 都還蠻 有那種獨立思考 那種能力 所以蠻多 磨合的 嗯 所以 是因為 我覺得是蠻大一部分 今天我們很小就 任期 然後 也覺得 因為 像 現在我們租社會 其實很少可以租在一起 然後像 前陣子 就是我們就是 就是他們家聊天嘛 然後我們一聊就可以聊到半夜的那種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以前有那麼會聊天嗎 然後後來發現是 因為我們以前是 都住在一起嘛 每一天 我們都會發 講一些瑣碎的小事 看到什麼搞笑的影片 然後 我就會覺得 這種 緣分是 還蠻難過的 現在才會覺得 啊 可能以前比賽的時候 有一些磨合 或是吵架 或是別人覺得我們感情不好 但是我覺得 那又怎麼樣 對 可以找到這種 可以聊天聊到半夜的 朋友其實蠻難得的